今年初全球知名电影特效公司R&H进军台湾 现在好莱坞制片大厂动力引擎也看重台湾的市场 与长期投入艺术文化推广的新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许伯允合资 在台北成立亚洲总部动向引擎 并由许伯允担任总裁 规划在六年内投资台币一百亿拍出十二部电影 我一见就装起 一头银百法资大方飞向心中的喜悦 横跨台湾艺文界五十多年的许伯允 看好电影产业发展 决定卸下新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 与好莱坞制片大厂动力引擎合作 投入电影行列 我的心情其实是把文化的价值深度跟广度 能够注入一个电影节目 成立于2001年的动力引擎 有不少快智人口的作品 像是2004年推出的《蝴蝶效应》系列 以及抢尼戴谷主演的《最后行男日记》等 而这一次设立亚洲总部的台北 将规划六年内拍出十二部电影 投资金额约新台币一百亿 动力引擎的创办员安东尼·鲁伦 预计三月份来台进行说明 在东西文化的交融下 将为好莱坞和华人电影市场 掀起什么样的火花 各界期待 新台人雅帝电视 陈回摩 李建金 台湾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